你這個小白臉 居然帶人來和我爭老婆嗎 你也算可惡了 有機會老子一定好好教訓你 這麼多少林和尚在這裡 老子怕你有牙齒 怎麼楊大哥也會在這裡 還是靜觀其變有好處 師兄, 四位貴行 這位就是老衲的師弟 但是, 悔名是不思 貧僧悔名, 四位貴客有來 四位貴客, 光臨漢志 未知有何賜甲 方丈大師, 在下日前 聯同一位曾經被令師弟 侮辱過的朋友 前來貴子打算向方丈大師取個功道 誰知道令師弟身後的老和尚 不單阻止我們上山 還出手相依 搶了我手中的寶劍不僅 還佔了我朋友上山 未知方丈大師 對於這件事如何交代 師弟, 是否有此事 不錯 是他自己親口說的 師主不用這麼怒氣 貧僧有幾個說話想補充一下 就這樣 情官師弟之所以 不讓他和威女師主上山 是因為他們堅持 不肯放下兵器 這樣是有為本子的規矩的 靜本靜清可以做正的 方丈, 當日的確是這樣的 然後呢 是這位師主先出手的 情官師陣不想出手傷人 唯一的辦法就是 把他們的兵器拿走 現在這位師主想拿回來 我們一定會給你 不過還要等你下山的時候 才可以歸還 師兄, 是不是這樣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鄭師子 蔽師弟之意, 是否屬實 至於是老劫那位女師主呢 其實呢, 她暈倒了之後 這位鄭師主 扔下她而衝衝而去 那…貧僧沒理由 讓那位女師主暈倒在山上的嘛 就把她扶上山了 不過她醒了之後 已經走了 她沒有了, 她沒有找鄭師主來嗎 為甚麼會這樣呢 你說謊 你那天一見面 就已經出現輕薄了 還怎麼會放她呢 依在下之意 大師很可能 還將她收藏在蟬房之內 貧僧房中有沒有美女 一看就知道了 既然幾位都這麼有啞興 儘管看看吧 既然大師也這麼說了 我們真的要守個水落石出才行 好 阿彌陀佛 請問殿下爺 是哪個下命令守子 是小皇下的命令 在蒙古 你是蒙古王子 下達甚麼命令都行 但這道少林寺 不是蒙古境內 本座月前 成門季子四大金剛聯手次教 今天有幸踏足少林 本座很希望 和四位高爭一決高下 如果本座能夠勝出一招半式的話 方長, 你就要給我們手指 大師, 說得好 少林寺歷代相傳七十二門絕技 小皇真的很想開眼界 不敢當 蒙古西藏 蘇來佛法昌盛 兩位九仇佛法昏徒 自然智慧名切 若是談經論法 老衲定當率頌 功令教益 但若要比武 本自有規矩 老衲端不會在獅子面前 搬活龍虎 照大師這麼說 即是自認少林寺 浪得虛名 而所有和尚的武功 都是狗屁不如一文不值 阿彌陀佛 人生本來一文不值 狗屁不如 殿下你說本子浪得虛名 那就浪得虛名 答得好 而這位所謂的小高僧 是不是又是狗屁不如一文不值 大王子當然比小高僧 比小高僧 小高僧的而赤 狗屁不如一文不值 至於大王子就有如狗屁 值得一文 星群爭一籌 你… 殿下不需要這麼勞氣 至於世上最臭 並不是狗屁 是仁賢 有些人說話 臭氣沖天 好像…說來也沒用 至於一文不值 也不是致賤 致賤有些人欠人 幾十錢幾百錢都不還 我想殿下你有沒有賺錢 就心裡有數了 你說甚麼 師弟之意 禪姬處處 佩服佩服 恩果報應 有恩必有果 一文不值 也不過無善無惡 比起欠陷木無數業債 優勝得多 師叔果然年少有德 面誤自理 貧僧雖然跟隨師叔短暫日子 但亦謀失遁開 阿尼陀佛 兩位大師既然不肯恥教 那小王唯有得罪 師叔果然定力驚人 傾黑生死也可以不見不聞 真是達到事事無心 刻刻不動的至高境界 你傻傻的 我怕你不懂得動的 老立剛才出手過重 請三位師子見諒 幾位師主 還用不用手指 各位, 容許還說這句話 據我所知 灰明大師在出家之前是一位公公 絕對不會做出 窩蟲女子的事 姚兄弟, 你認識她嗎 守諸大奸臣傲拜的貴公公 楊某怎麼不懂 當日平西王爺被奸人無憾 險遭不白之冤 都是全靠這位大師 在皇上面前一力補咒 大恩大德, 至今還未報 楊兄, 你必來無養好嗎 細子好嗎 以前的事 怎麼還拿出來說 在大師口中的小事 在平西王爺來說, 實在感激不准 就當作給幾分薄面 平西王爺 這件事就這樣做了 幾位師主 其實師叔他老人家 都很想找回那位女師子 既然他中了那位女師子的劇毒 雖然他老人家 已經是陷破生死 但始終…師弟 生死有命, 何須強求呢 師弟有機會的話 一定會找這位女師主 幫我解毒 至於幾位 不知道現在還想不想手指呢 是呀 方丈大師 既然事情已經水落石出 剛才多多得罪了 請勿見怪, 在下告辭 殊此言重, 請 來吧 二公子, 有甚麼事慢慢說 究竟楊兄有甚麼地方得罪你 去狗賊五三貴的人 我就要殺 二公子, 究竟平西王爺 和你有甚麼仇義 不共大天之仇, 那夠了嗎 是 鄭公子, 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 雖然我們各為其主 但也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反清 沒錯, 王子殿下說得對 只要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有甚麼事不可以商量 佛口蛇心 二公子, 看來我們有點誤會 不如找個地方坐下來 慢慢再商量好嗎 好, 但我想聽兩位解釋一下 何以答應跟我合作之後 又靠攏吳三貴這個狗賊 又不能說得上是靠攏 我們只不過想多一個選擇 因為我們現在投謀的是不細的工業 關乎整個蒙古韓國的興衰 所以不可以不謹慎從事 不錯, 二公子 就算是給你了 你也會這樣做, 是不是 廢話少說 現在你們立刻做個抉擇 要不跟我合作 要不就和吳三貴這個狗賊 那又何必呢, 二公子 好, 那我明白了 後會有期 這位鄭二公子究竟何方神聖 姓鄭, 難道是… 楊兄, 你猜得一點也沒錯 他就是台灣賢萍郡王二公子 鄭黑爽 難怪他說和平西王爺有不共大天之仇 都是我不好, 出現得不是時候 令兩位這麼為難 千萬別這麼說, 楊兄 我們大家一向都很仰慕平西王爺 如果不是, 我們王子殿下 怎麼會答應他一次雲南呢 Hello, 北美的朋友仔 快點follow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日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